第二课,包宫断案,生子,断案,断案,轿子,轻石板,轻石板,哭泣,哭泣,油炸膏,油炸膏, 篮子,篮子,顾客,顾客,乌乌,乌乌,乌犯,乡犯,南道,南道,审问,审问,凑,凑,凑,衙门, 衙门,大唐,大唐,曾经,曾经,曾经,石化,石化,石化,怒,怒,牙翼,牙翼, 红,红,红,不许,不许,没,没,在场,在场,允许,允许,小心翼翼,小心翼翼,飘,飘, 油花,油花,油花,生意,生意,生意,多梭,多梭,多梭,搜,搜,搜,母指,母指,称赞,称赞, 包公,包公,包公,有一次,包公坐轿子出去办事,路上遇见一个小孩,正坐在一块青石板上哭泣, 包公叫人停下轿子,他走过去问,孩子,你为什么哭啊? 孩子回答说,我是卖油炸糕的,今天早晨卖了两百个铜钱,我把钱放在篮子里了。 刚才市场上没有顾客,我就在这块青石板上睡着了,醒来以后发现篮子里的钱不见了。 说完,他又呜呜地哭起来。 包公又问周围的商贩,刚才有人从这里经过吗? 商贩们都说,现在是中午,市场上没人来买过东西。 包公想了想,对孩子说,你的钱放在篮子里,刚才又是坐在青石板上,钱没有了,难道是被青石板偷走了吗? 来人,把青石板和孩子一起带回去审问。 商贩们听说包公要审问青石板,觉得很奇怪,都凑到衙门里去看热闹。 包公坐在大堂上,指着青石板说,青石板,这个孩子曾经在你这儿坐过,快说实话,是不是你偷了孩子的钱? 青石板。 青石板当然一句话也不会讲。 包公大怒,命令牙医打青石板。 大堂两边的商贩看见包公让人打青石板,哄地大笑起来。 包公生气地说,你们怎么敢在大堂上笑?来人,把大门关上,谁都不许出去。 大家见包公生气了,连忙跪下。 包公说,你们每人拿出一枚铜钱帮助这个孩子,才可以放你们出去。 包公叫人抬来一缸水,放在大堂前,让商贩们把钱放进水里。 他站在旁边仔细地看着,在场的人一个接一个地把钱放进水里,然后,包公允许他们出去了。 这时候,一个小个子走了过来,小心翼翼地把一枚铜钱放进水里。 这时水面上立刻飘起了一片油花,包公拦住他,问,你是做什么生意的? 小个子。 小个子回答,卖不得了,包公指着这个人说,是你偷了孩子的钱。 小个子吓得直哆嗦,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 果然,从他身上搜出了孩子的钱袋。 这时人们才明白了包公为什么要审问青石板。 他们都伸出大拇指,称赞说,包公真了不起呀。 。 那个地方我曾经去过。 这位宇航员曾经登上过月球。 恐龙曾经在地球上生活过。 。 我们刚学完这个词。 难道你不认识吗? 这个电影很有意思。 难道你不想看吗? 连小孩子都知道的事。 难道你不知道吗? 。 敦煌壁画。 敦煌位于中国西北部,是丝绸之路上的政治、军事和经济重地。 敦煌城东南的明沙山,保存有近代。 至明清开凿的600多个洞窟,其中469个都有壁画和塑像,是中国石窟艺术的代表。 敦煌壁画内容丰富,形象美丽,情节复杂工艺极高。 以壁画为代表的敦煌艺术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 青石板。 黑板。 白板。 木板。 断案。 断定。 断绝。 断裂。 道理。 道路。 道歉。 道歉。 大堂。 礼堂。 食堂。 佛堂。 不许。 也许。 何许。 允许。 人。 许。 教字。 佛梁。 審查。 身出。 大堂。 常常。 哆嗦 移动 衙门 街道 跪下 跑步 炸弹 昨天 充分 允许 扫字 搜索 发怒 努力 说实话 你到底要干嘛 昨天我不在场 所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胆子很小 所以做起事来总是小心翼翼的 看到他取得了这样大的成绩 我不由得竖起大拇指 称赞他 真了不起 在公共场所不允许抽烟 法官正在审问那个犯人 看他哭泣的样子 真让人心疼 小伙子手拿鲜花跪在地上向姑娘求婚 大家凑过来 听老人讲故事 秋天 秋天到了 水面上飘满了落叶 没等他把故事讲完 大家就禁不住哄地笑了起来 警察 警察从小偷身上搜出了好几个钱包 这是一枚奥运会的纪念章 我认识他曾经十年多了 我认识他曾经十年多了 所以我很了解他 他曾经过去了 他对那儿的情况都很熟悉 他汉语说得非常地道 因为他曾经学了好久 他们曾经认识了 可现在却好像陌生人一样 既然曾经记下来了 就应该记得 长城世界文明 难道你不知道啊 这本小说我曾经给你介绍过 难道你不记得吗 这个道理连小孩子都明白 难道你不知道啊 难道他不知道结果吗 昨天的比赛他明明在场 难道你不知道吗 越南市不许大声说话 在这里不许抽烟 在越南市不允许大声说话 大家很大声地称赞他 昨天我不在场 所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说实话 我不那么喜欢他 儿子牛牛牛两岁半年 我曾经带他去过一个很大的游乐园 那天 牛牛自己爬上了一个一米多高的梯子 他骄傲地向我挥了挥手 几分钟后 牛牛牛在上面玩够了 他四面看了看 想下来 我十分有兴趣地在下面看他怎么下来 牛牛牛一只脚伸了出来 但是又马上缩了回去 并可怜地说 妈妈 抱我下来 我失望极了 他不勇敢 于是我对他说 自己能上去就能下来 再试试吧 不要害怕 他仍然不动 我犹豫了 该不该上去把他抱下来呢 说不定他会摔坏的 但是 我还是没有动 我想 他是男孩 牛牛开始哭了 我又犹豫了一下 然后说 如果你不自己下来 今天就得在上面坐一个晚上 说完 我居然在儿子的大哭声中决定离开 那一刻 我的心乱极了 我不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 我出了一声汗 难道真的不去抱他吗 要是儿子真的摔下来呢 我悄悄地藏在一棵树后面 紧张地看着儿子 儿子看不到我 居然不哭了 宅然不哭了 她以为 她以为妈妈真的走了 于是 就及时 她试着下梯子 一点一点地 小心一点地 忠于从梯子上爬下来了 我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 立刻跑过去 抱起儿子 在他脸上亲了又亲 称赞他 你是个了不起的孩子 妈妈为你骄傲 在游乐园 妈妈把牛牛抱上了梯子 妈妈离开是因为她不喜欢牛牛 后来牛牛摔了下来 看见妈妈要离开 牛牛飞快地从梯子上爬了下来 妈妈认为牛牛是一个勇敢的孩子 包公叫人抬来一缸水 放在大堂前 让商贩们把钱放在水里 他站在旁边仔细地看着 在场的人一个接一个地 把钱放到水里 包公允许他们出去了 这时候 一个小个子走了过来 把一枚铜钱小心翼翼地放进水里 水面上立刻飘起了一片油花 包公指着这个人说 是你偷了孩子的钱 再见 Jacobs 吝ушк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